Hello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iquel 426题,把一颗Binus Tree变成排好树的Double Link List,那么这题呢,它是一个面试的高频题,比如Facebook就经常会面谈, 然后这题呢,也考了很多知识点,像树的知识点,链表的知识点,然后这题也是一个枷锁题,所以这题的应该是蛮重要的一题,好,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题目。 我们直接看例子,比如说这个是个Binus Tree,那也就是说左边的节点是比根节点要小,右边的节点比根节点要大,那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Double Link List,那其实就是中序便利,我们先便利左边,在中间,在右边,就像这样一个顺序,所以是12345这样一个,然后最后不要忘记头和尾,它也要连起来。 那么对于这种题目,应该怎么做呢? 其实这种题目的话,我们知道一般会有,就是核心还是那种中序便利,那中序便利我们可以用recursive的去写,也可以用stacker,这样一个迭代的去写。 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用recursive比较多,好,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用recursive的去解这题。 那第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讲了,第二个例子,第三个例子它空的话,变来变去它也是空的,第四个就一个节点,所以还是一个节点。 那条件的话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在这题,总共的话就是两千个节点,然后所有的点都是unique的并没有重复的值。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解这题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,还是用它的第一个例子。 在主函数里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判断,假如传进来的是nonpointer,那么也就直接retain个nonpointer就行了。 然后因为我们要recursive的去写,所以我写了一个inorder的函数。 那这个变量我们先不用管它,第一个变量就是conference节点。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额外的变量,叫preview和head。 head的话我是想知道,就是这个1就是我的head,那关于怎么设head,那就会在inorder里面去设置。 所以我的head传了一个reference,那preview也是传了一个reference。 就我想我这个inorder跑完,我的preview会指到最后一个元素,5。 那当我inorder跑完的时候,我们有head是1,preview是5,那我最后再把首尾给连起来就可以了。 所以中间这块就是我们会去跑inorder,然后最后的话我就把首尾连起来。 所以在inorder里面我们其中一个任务就要把headpreview给设好,然后另外的任务就是把其他节点给连好。 好,那么具体看下inorder,因为我是要改我的preview和head,所以我的inorder参数里面preview和head都是传了一个reference。 好,那我们怎么设head呢? 那我们知道对于这个例子head的话是1,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设。 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访问的是节点4,然后访问到节点2,然后访问到节点1。 那在节点1的时候我们发现head并没有设过,并且节点1没有左儿子,所以1是head,对吧? 2肯定不是head,4也不是head,因为他们都有左儿子,所以左儿子比他们更小,会在更前面。 所以当我们遇到第一个这样一个节点,他没有左儿子,那么他就是我们的head。 所以head只会设置一次,当head并没有被设过,并且当前的节点没有左儿子,那么这就是我们的head。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设置head,好,head我们在这个in order函数里面可以顺利地被设置好。 那preview呢?那preview每次我都会更新成current。 所以in order跑完的时候我们最后访问的是节点5,所以5就会被设置成我们的preview。 我们看一下,然后我们把现代节点的,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访问4,然后2就是我的左儿子,5就是我的右儿子。 那假如我有左儿子,那我们就去in order访问一下左儿子。 然后我们相信我们的地规函数能够帮我把我的左子数给排列好。 那么左边跑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 1的右儿子指向2,2的右儿子指向3,3的左儿子指向2,2的左儿子指向1。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in order function它能够帮我把左边变成这个样子。 然后跑完之后preview就会变成3,因为preview每次都是最近访问完的那个节点。 所以3是我们最近访问完的。 好,我们现在又回到了4。 那在这个节点的时候preview是3,所以preview的right就会指向4。 那么4的left也会指向3,所以3和4也就这样连好了。 好,那我们把preview设置成current,因为4我们已经处理完了,我们就把preview设成当前这个节点。 然后我们跑右边这个节点,我们去callin order5previewhead。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函数里面,就是preview的那个下一个right就会指向current,然后current的这个left就会指向preview。 所以我们在in order5previewhead这个函数的时候,就会把5和它之前的这个preview给连起来。 所以这样子就好了,那么最后preview就会变成5,那head我们知道是1,那再把1和5连起来,那么答案就出来了。 1和5就是在in order结束之后,就这一块previewright等head,headleft等preview,就在这一块就连好了。 所以那么这题到这里就做好了。 那么这题几个关键的信息是,比如说这个preview,就在这种把什么数变成链表啊,什么变来变去这种题,就是一个preview很关键。 就是经常我们当前这个节点访问完,你把preview设置一下,这样我们在访问下一个节点的时候,我们就有之前那个节点的信息,那他们两个怎么连这款题目的要求。 那还有一个关键就是,因为我们要改这个preview,改这个head,所以一定要传reference,就在其他语言中可能没有这么麻烦,但在CJ加中我们需要显示的传个reference。 好,今天就到这里,下次见。